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在今天名人会客室 要介绍的这位主角不只会唱 创作更是疗愈台湾各角落的干口郎 他是金曲台语歌后詹雅文 以日本演歌式的唱腔走红 许多歌曲靠自己填词补曲 无论是轻快的贏力哦 或者是外出人为他们打气的 这一首人生公务 都传遍大街小巷 其实詹雅文说起来出身贫寒 他不懂五线谱也不会乐器 并没有学过音乐 从小参加歌唱比赛 甚至被评审点名并没有天分 后来是靠自创喝水练功法 还有爬楼梯来练肺活量 他在二十岁那年 和妹妹詹雅云被唱片公司挖掘 组成了樱花姐妹而出道 不詹雅文很坚持 不宣传 不签约 不拍宣传照 因为他想着如果歌不红 自己可以继续当女工 摆摊做生意也比较不受影响 还好民国八十年 他在单飞之后 这一首《无力卡丽娃》成功销售破百万 夜市歌后就此诞生了 到今年时间好快 他出道满三十年了 张雅文出道三十年的演唱会第一站 选择从南台湾 从高雄出发 只是去年他发现自己得了罕见疾病 没有办法自己分泌口水 为了演唱会练舞 还意外昏倒坐上了救护车 大家这也才发现 原来不认输的个性 他一天吃的药还不止四十颗 节目一开始就带大家认识 詹雅文的故事 樱花姐妹 唱歌是为了他不希望我们去隔壁人家家里 打扰看卡通 人家家里有时候不让我们进去 人家会觉得 小孩来 你整身哭哭 很骯髒的 问会刺的 不会让你进去 但人是有自尊心的 可是孩子感受不到自尊心 我们只觉得说 你问怎么刺的 你问怎么办 我会打开 打不开 可是爸爸妈妈心里会难过 会叫你说你别跟刺 所以我们就打在他们那里 看他们的卡通 爸爸才想到一个方法 来 你们都过来 我叫你们唱歌 从小爸爸每晚叫三姐弟唱歌 小母时间 后来姐妹拦甲歌唱比赛 妹妹夺冠 评审老师主动表示 愿意叫妹妹唱歌 却认为姐姐詹雅文 并没有天分 狠狠打击她 跟着我爸妈的面前说 这个孩子根本就不适合唱歌 一开始是说 没有适合唱歌的 她不适合唱歌 她不是唱歌的料 她没有那个天分 她说妹妹有那个天分 但是姐姐没有 刚好是自己的叛逆期 那我就觉得说 好 既然有人这么地 肯定地否定我 你这么肯定地否定我 但是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这位老师 他这样讲了以后 我自己练习 我自己学 从自己最困难的歌 最讨厌的歌 为什么讨厌 因为有点老师唱得好 不知道转音 不知道抖音 我就开始 一直抖 一直学 然后抖音的时候 就喝一杯水 喝水的时候 我的水 喝一杯水就开始 这样子练啊 这样子练说 那个抖音的那种 层次的那种感觉 自创喝水练习法 学会了抖音 怕音不准 又揣摩出眼歌式唱腔 从此成招牌 我唱不准 音都不准 我后来想 它最难的地方在哪 假音 有个假音上去 我忽然间说 原来就是这样子 我唱不上去 就用假音就好了 想不到就 唱出了一条 演歌的路 好像市场上没有姐妹合体 来出唱片的 那要不要你们姐妹一起 然后一起的话 我们就取作樱花姐妹 因为唱得比较演歌 然后樱花姐妹呢 你们两个就走唱这样子 我就跟妹妹说 我们多了一份赚钱的机会好 那我们就跟老师讲好 说老师 这样子我们有几个原则 第一不要纏用 第二不要有照片 唱片里面不要有照片 大家都想要 保持漂亮的照片 只说不要有照片 第三不要酸团 不要酸团 这都不要 要说为什么 我说你如果照片 让人看的是我 我处理还要找路工的工作 人家就不想听我 1988年姐妹俩 以樱花姐妹出道 不上电视宣传打歌 不拍照 却迅速在中南部 也是走红 你的歌开始红的时候 电视公司会开始 希望能够有通告 对 然后就找到了公司说 能不能上个通告什么的 那妹妹半路就一直哭 我们去台北的路上 坐着老板的车 妹妹一直哭说 我不宣传 我不要宣传 我不上电视 那一次没有办法 已经答应了 我们两个就去唱了 唱完以后 妹妹回来以后说 我再也不为钱唱歌 我不想做 勉强自己的事情 我不想露脸 我就是要做 很平凡的自己 我说好 那你继续做 你的中医的护士 那我的西医护士 我辞掉了以后 我就专心的 在这家唱片公司里面 我就做送货员 我就做会计 我就当歌手 我也写歌 自己创作 然后 所有的一切都自己来 1991年 占雅文丹飞 第一张作品 就卖破百万张 社会上 冷领阶层的 打拼吃苦 双亲省吃俭用 为儿女的牺牲奉献 化作创作养分 写成歌词 我边写边哭 是因为我去想到我妈妈的那双手 做工做到都穿穿 穿细子买 她也穿细子买 然后我说 妈妈你很想要要丝袜 你穿一层 怎样的 我跟她说 不肯 那细子买了 那细子买了 买了我手糊糊 穿上去 细子买了 细子买了 我这细子买了 我就边写边哭 就边想着那个画面说 一双丝袜 连要给她穿 她都手一摸 她就说 我手一摸 是不会会破 是什么样的力量 养孩子养到这么辛苦 父母从来不放弃 我是个音痴 你现在钢琴弹出来的音阶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音 没有人相信 你歌手才好 就金曲讲 没有人相信我是个音痴 然后他们都认为 我开玩笑 我说真的 五线谱我也看不懂 但你创作的时候 我评的都是第六感 我的第六感 我看到的感动 我就会有音符出现 我不晓得为什么 字字句句出动内心 平时说不出口 化身歌曲唱出来 对我们这些孩子他非常严肃 而且对我要求很严格 所以那时候我就洗了最亲爱的人 我最亲爱的人 里面下来就是爸爸 让你做工做到老 我都就是你用不住 其实是为了请我 我真的很严肃 孩子这么好 你这么辛苦 类似这样子的一首歌 也是很白话 想不到说导演 他们在拍的时候 摄影师也好 导演好 大家都哭了 我说你们大男人哭什么 他说 你去讲到我们做爸爸的心声 十年此曲创作 他被封为疗愈歌手 二零一八年底 为了跨年晚会歌单 合作破局 让詹雅文成为众矢之地 我将来抹红糟蹋 抹红舞蹈 我没做不到事情 是网路的谩骂 不用任何真名 不用任何的事实 你想骂谁 你就骂谁 我不晓得社会是怎么了 但是这样 我怕我父母伤心 为什么我的女孩 会娶美成为这样 为什么我的女孩 没做不到事情 会这样 我也是跟我爸爸妈妈说 你女孩没做不到 面对网路霸凌 满天攻击 她选择沉默低调 继续默默行善 说一说 今天你看到我怎么 心情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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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过的姓名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所说的 是金钱没法处分量的 好 阿公 阿公爱听啥你没靠 你爱听啥我没听 人在最后的那口气快没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要求 他那个要求竟然说 我知道那个志工是张亚文 麻烦他唱一首老歌给我听就好 一口气快没了 你记得要听的是一首歌 我忽然间觉得 原来唱歌的四名是在这 他能够让你回想一生的一切 就因为一首老歌 他能够抚慰你的心灵 就因为一首老歌 2019年对他而言更具意义 为了出道30年演唱会 张亚文尝试唱跳 没想到练舞却无预警昏倒 被救护车紧急送医 我有地中海行贫血 那又加上了其他疾病 还有其他药的关系 它会造成了这样子的负荷太重 导致了 有什么药文尝试要吃到40个 不要紧张地算过 一定是超过40个 送医急救了以后才发现说 原来是因为免疫系统 在打免疫系统时候 它会造成几个问题 第一 它会侵蚀你的肺部 让你肺部发炎 所以你咳不停 我说原来我咳时候是这样 然后它会造成你的骨头痛 所以我说原来不是我年老 它会造成你没有口水 我说所以我不是更年起 即使一天要吃超过40颗药 詹雅文不以为苦 紧扎麦克风 继续用歌声带来温暖 对中海风大声唱大声花 如人心烈甘烏夸 那一粒心点在沉沉 正海花 若有看车 你就行我 那一粒心点在沉沉 你就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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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行我